长宏专案Agile流程图动画版 是由Roger CSP为推广敏捷专案管理所制作 本录音档版本为2015年10月1日 如有任何建议 欢迎反映到Dr.PMI ACP讨论区 本Agile流程共有24个 以下编号不代表流程顺序 1. Vision 愿景 专案一定要有愿景 好比电灯泡从完全熄灭状态到点燃 代表灵机一动 看到一片曙光 专案未来有个美好的结果 2. Business Case 营运企划书 要有商业利益的考量 评估idea是否值得付诸实行 3. Charter 专案章程 一旦有充分理由要开始执行专案 就要定立章程 授权专案开始 4. User Story 使用者故事 搜集归类客户对功能特性的可能需求 用写故事的方式写在卡片上 5. Persona 人物质 有时候需要虚拟角色人物模拟客户的思考方式 让客户的实质需求不会被遗忘 6. Product Backlog 产品代办清单 将所有的 User Story 叠成一络 就形成 Product Backlog 要做的工作事项 7. Prioritization 排序 各个 User Story 依客户的商业价值排序 价值高的会先做 8. Story Thalizing 故事分解 有些 User Story 过大 需要借由切割分解的手法 将 User Story 细化到适合研发的尺寸 9. Estimation 估算 除了排序之外 还需要借由估算 User Story 的大小 与需要开发的努力程度 借由比较大小水桶 以快速有效率的估算尺寸 10. Story Map Product Roadmap 故事路线图 产品路线图 在估算与排序切割的基础下 可以顺利地把原本只有先后单一 向线顺序的Product Backlog 用明显图像化的方式 来展现我们产品发展的路线图 使得所有利害关系人 对于产品的走向一目了然 更能凝聚对于产品发展路线的支持与回馈 11. Release Backlog 发布代办清单 经过开发团队的Input 与客户商业利益的考量后 决定Release的顺序 就会产生各Release自己的Release Backlog 12. Iteration Zero 迭代零 开发团队在开始进入正式的Iteration周期之前 为了确认方向的正确 以及打造客制化的开发环境 就会执行所谓的Iteration Zero 13. Iteration in Action 迭代运作 接下来来看看正式的Iteration到底在做什么吧 一开始会召开所谓的Iteration Planning 14. Iteration Backlog 迭代代办清单 此时PO Product Owner 会带来希望在这个Iteration可以完成的一部分Features 团队此时与PO达成协议要做哪些Features 然后会把这些User Stories拆成对应所需要的Tasks 15. Product Engineering 产品制作 代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主轴就是开发产品 16. Daily Stand-Up 每日站立会议 每天15分钟的会议 每人报告已完成 要做什么 及遇到什么障碍三议题 让团队成员的执行状态同步 并借这个机会提出专案瓶颈 17. 看板 看板 在Iteration进行中 会用另一金石手法的看板 以视觉化方式管理工作 18. Burn Down Chart 向下燃烧图 借由简单的图表展现完成的进度 显示尚未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少 19. Iteration Review 迭代展示 Iteration结束前 会召开一个非正式会议 邀请所有相关利害关系人 展示这个Iteration已经完成的User Story的功能特性 20. Potentially Shippable Product Dark Increment 潜在可交付的增量产品 Demo后 产出的就是一个增量性的产品 由PO决定是否正式发布 21. Retrospective 回顾检讨会议 Agile强调持续的反省 与审视做事的方式 所以会举行所谓的RATRO 来看看什么地方做得好 什么地方需要改善与保持 22. Iterative Feedback Loop 循环反复回馈 RATRO的结果 与Demo所收到客户对于产品开发的即时回馈 会反映在未来的专案执行方向 23. Product Backlog Refinement 代办清单修整 此时针对反馈的结果 会把Backlog做相对应的修整 24. Emerging Requirements 需求涌现 若是在这时候有新的需求涌现 可以重新再写新的user story来说明 Agile就是用地回迭代的方式 持续地产出对于主客双方都有价值的建增性产品 直到无法产生值得投资的商业价值为止 在外围的Chicken 鸡 是指出嘴巴叫人做事的人 Pig 猪 则是指做事的人 他们是一群有自我组织的通事专才团队 以上是长红Agile流程图解说 这样你了解敏捷是什么了吗 是不是很有趣呢 Agile像在工作中游戏 其乐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